師傅要我們各自耍一套功夫來比試 剛才見師兄耍一整條手 得出神入化 我應該用什麼招式去拆解呢? 師妹, 你的新招式很厲害 師兄過獎了 我是模仿貓技靈太創出來的貓拳 貓拳都得自創? 師弟, 你要學習一下 其實創作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只要我們細心留意 日常生活中都找到很多新的靈感 好, 等我到自創幾招 到時候出賣碟教大家 然後向他發揚光大 知識產權錦囊, 創作源於生活 意念本身是沒有版權的 但如果將意念藉著寫作 攝錄的方式表達出來 這些作品就會得到版權法的保護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